下一題 加熱小素材分解反應中要產生22克的二氧化碳 需要分解多少木耳的小素材 第一步 寫出化解反應師並且平衡 小素材是誰 碳酸、氢鈉 加熱分解產生 碳酸鈉、水跟二氧化碳 這個方式我們寫過 平衡 第二步做什麼 椅子跟所求換成 墨 椅子誰 22克二氧化碳 所求誰 擠墨的小素材 22克二氧化碳怎麼換墨 質量怎麼換墨 質量怎麼換墨啊 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要換分質量剛剛會廢了吧 44克 求誰 小素材就墨就不用換啊 X墨不用換 不用換 X墨 第三步幹嘛 均衡係數比就是墨數比 墨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已知二氧化碳 所求小素材超係數 超下來幾比幾 超下來 二氧化碳是1嘛 三氧性那是2嘛 是1比2 超下來就好啦 剛剛不是有算墨嗎 塞進去啊 塞進去啊 塞完 某人工 彎一彎 彎一彎 移墨 誰彈就移墨 就算完了 方法都一樣啊 方法都一樣嘛 重點是你到底會不會算墨啊 我要你背那個兩個墨公司有沒有背好啊 你會不會拿來用啊 蛤 我問你自己啊 你會不會算墨啊 這裡墨是我們的重點啊 怎麼算墨的重點 只有是我們的立體零五 可以嗎 可以 下一題 各位來練習 這有三小題 是第一小題 工業上做硫酸是將硫燃燒深層硫的氧化物 再跟水作用 反應是 想要治得純硫酸 就是沒有溶於水的 就是我的硫酸 就是產物的硫酸 需要原料硫幾公克 蛤 來 要多少 要多少 帥哥 來 我們 走 上來坐 我們請 11號7號27號 賽 小心不要踢到我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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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會的話應該要選伊德 你們不斷的要告訴我老師的教育是失敗的 你講了半天之後學生告訴你就說 阿我就是不會阿 老師說第一步做什麼 不是勾勢啦 寫出軍門跟化學反應方成次 不用寫啦 再寫給你啦 照擦 連擦都不用擦 看他就好了 第二步做什麼 將乙子跟手球換成 乙子是誰啊 硫酸245公克 求誰啊 硫幾公克 來 要換墨 質量怎麼換墨啊 質量怎麼換墨 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那硫酸分子量應該也會背了吧 就長出現阿 98 好 然後那個硫不知道幾公克阿 要除原子量嘛 原子量告訴你阿 好 第二步也做完了阿 阿第三步咧 第三步什麼 墨數比就是 均衡係數比嘛 你剛剛不是有幾墨幾墨還是均衡係數比嗎 來抄嘛 抄阿 抄誰 抄那個硫酸嘛 抄那個硫啊 抄下來照抄就好幾比幾 2比2 我說我連換成1比1都不用阿 就寫2比2就好了阿 然後把那個墨怎麼樣 放進去嘛 叫做墨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嘛 OK 然後後面又數學阿 不會算了不要找我阿 找誰要找吃阿 所以80克 這就是第一小題阿 這就是 練習06的第一小題阿 80克 OK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